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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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风力仍然是比较偏强的 有在沿海活动要特别注意 而另外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 今天可能有一些长浪的现象 在海边活动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 而在天气的部分 我们从云图上来为大家说明 首先目前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整个台湾北方的海面一直延伸到台湾附近 有这种一条一条的条状云系 那这些条状云系代表的是 有明显的冷空气流进海面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冷平流云系 因此从图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目前冷空气仍然是人人不觉 持续的输送到台湾上空 因此今天各地的天气还是持续的偏冷 而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 也有一些比较属于中层的云系 台湾上空整个云量也都是偏多的 因此今天各地的天气 还没有到完全放晴 整个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 云量是偏多 而且尤其在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 因此从我们今天的降雨预测示意图上 可以看到 在今天白天 西半部的平地大致上都是云量偏多 但是降雨几率不高的情形为主 不过在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 可能还是有些零星的短暂雨出现 那这些地方的朋友外出 可能还是要攜带雨具备用 那不过这波水气 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后 会慢慢的减少 因此到了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西半部地区 天气就会逐渐的放晴 那只有剩下在迎风面的北部 尤其是北海岸大台北地区 以及东南部局部地区 还会有一些短暂下雨的状况 那整体来说 在未来几天的整个温度预测 我们预估 强烈大陆冷气团 在今天清晨影响是最明显的时间 今天一整天气温都还是比较偏低 而预计明后两天都还是 在强烈冷气团的影响下 尤其在北台湾整体的气温 是比较偏低的 那明天13号 北台湾的气温跟今天比起来 会略微回升 但是随后又有一股冷空气 会补充下来 因此到了14号清晨 预计又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低温出现 那跟今天相比可能类似 或比今天略高一点点 但总结来说 还是都会让大家感受到明显的偏冷 所以提醒大家这段期间一定要注意保暖 而到了周末 强烈冷气团减弱之后 周末两天气温就会逐渐回升 到了下周 会有下一波东北季风南下 那这波冷空气 以目前的评估来说 强度是大概到东北季风的等级 那虽然会又转 跟周末比会有点转凉 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这个礼拜这么偏冷 那以上是今天早上的说明 那请问